軍工背歐 軍工背歐 聖誕節要來了 你看到聖誕老公公來送你禮物了嗎 還是你只看到FED要升息 很擔心會崩盤 結果呢 昨天FED確認是升息兩碼 明年還會繼續升 今天台股大跌崩跌了 5點 旁邊上一堆股票在漲停 我們的軍工概念股 金剛雷虎今天又漲停了 那大陸解封的題材 難道你還在看感冒藥抗生素嗎 昨天我就跟大家分析了 感冒藥抗生素完 下一波解封要看什麼 觀光類股 今天我們的旅行社類股 雄獅 三富 鳳凰全面漲停 聖誕節快到了 把握年底最後的進場機會 到底要選什麼股票 讓我來告訴你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 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昨天那個聯準會 終於公佈他的最新的利率會議 如同預期就是升息兩碼 但是呢 會議後面講的其實是蠻鷹派的喔 他們大部分的委員都說 明年的終端利率要超過5% 什麼意思 就是明年要繼續升息 美國現在升息已經升到大概4.25%了 明年要繼續升到5.25%左右 那大概還有1%的升息空間 那這1%就是4嘛 那市場就很緊張 那就覺得喔 投資人就覺得會不會再繼續跌 但是其實我昨天就告訴大家 我說啊 其實聯準會的利率會議 只會影響到短線的走勢而已 長線來看如果說他比較偏硬 可能就會震盪跌下以後就會繼續走高 但如果他比較偏割 當然就直接噴啊 但不管是偏割還是偏陰都是向上啊 那我認為啊 偏陰還會比較好耶 為什麼 因為偏陰是給大家進場機會 不信的話你看一下 我給大家的盤後訊息 來 你一步一步驗證你就知道 我們有多麼的準確 很多老師啊都在跟你猜什麼 CPI是多少 猜CPI是多少 CPI是高還是低 對你來講有意義嗎 你可以告訴我是漲還是跌就好了嘛 那像我們呢 我們都是直接告訴你 是漲還是跌 沒有在跟你猜CPI的啦 猜那個沒有意義啊 沒有人能猜的準的啦 那重點是股票到底是會漲還是會跌 來我們看一下 12月13號在CPI公布之前 我就跟大家講了 我說啊 現在市場預期是7.3 如果高於7.3的話 就代表說通膨還沒有辦法比較明顯 有效的控制 那所以呢股票我認為會先 稍微下跌再往上跳 就是多 再來呢如果是介於7到7.3之間呢 我認為震盪走高的機率比較高 為什麼呢 因為你公布完CPI之後還有什麼 還有聯準會的利率會議啊 市場要被嚇兩次 怎麼可能直接就向上噴啊 所以現在公布出來 公布出來是不是7.1 7.1的話那是不是符合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區間 7到7.3之間 那是不是震盪走高 有沒有看到最近台股是不是震盪走高 那當然呢如果是低於7以下 哇那太好了 但是沒有 低於7以下就是先噴一波 就是大漲 那這個的話你就沒有機會進場了 好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種 我跟你講都是多 沒有錯吧 那既然都是多的話 你手上股票如果是真的是對的股票 好 何必要在這個時候把它出掉呢 那你看看我覺得重點還是在選股 你看我們每天都跟大家寫那麼多 真正最重要的總金相關的訊息 我不是每天在跟你講說 我好強我什麼股票漲停板 很多老師是這樣 每天在跟你 我哪一檔股票漲停了 有意義嗎 你加他的LINE到底有沒有意義 每天看他的行銷文 沒有吧 你看我們呢 我們在昨天12月14號盤後 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在凌晨啊 FED利率會議 只會影響短線的漲跌啊 對不對 如果很陰的話 只是先下後上 還有直接向上的差別 很陰就是先下後上 如果很割就是直接向上噴 所以我跟大家講不用太擔心啊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選股啊 所以你看我們的訊息有多麼重要 你能不加嗎 那為什麼我這麼有把握 其實通膨我們 你有看我們節目就知道了 我們講了很久很久 我說原物料價格啊 都已經在持續往下跌了 你看布林特原油一直在往下跌 已經跌破80了 他是在一個合理的區間範圍裡頭了 不是在100塊以上啊 100塊以上 當然就是高啊 但是他不是在100塊以上 他已經明顯的跌破了80塊 再看到了道瓊指數我每天也幫大家畫 你看一下 那天公佈的前夕 我就跟大家講說多頭格局不變 12月13號 12月14號呢 我說多頭格局一樣沒有改變 雖然說開高走低 那再來呢 今天呢 我跟大家寫你看 整體來看還是維持在什麼 月線之上 既然是月線之上的話 就代表說聯準會這個利空 很陰的利空 他叫做利空不跌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所謂市場上的利多跟利空 你要去看股價的反應 你要看市場的反應 如果說是很大利空 但是市場呢 不跌 那就是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後續 他就是會走自己的路 持續向上漲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好那你再看一下喔 我在CPI公佈之前 我上了三立的掌聲響起這個節目 12月13號 我跟大家講什麼 外資沒有招樓 CPI將低於預期到目前來講 你看這兩條哪一條沒有命中的 完全命中 再來呢大盤上看月線 第三條又命中 講三條 中三條 有沒有收復月線 收復月線了 今天是不是也在月線之上震盪 講三條 中三條 你說還不準確嗎 就是我在講的啊 對不對 這節目上 你可以再去看錄影 這節目上 我能去篡改嗎 沒辦法 好所以呢 我們的一些相關的LINE啊 我會不斷的更新 如果有最新最重要的訊息的話 我會立刻第一時間呢 幫大家做個分享 好所以呢還沒交我們相關LINE的媒體頻道的朋友們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交我的LINE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的話 請你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看到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官方帳號之後 記得要幫我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喔 再來呢大盤 大盤還用解嗎 大盤現在就是維持在月線之上 那就代表說月線是有手的 而且我就跟大家講 你看這個區間的低點只要沒有跌破 一波比一波比一波 他是越墊越高 所以大盤啊多頭格局 他是沒有改變 你看一波 比一波比一波是越墊越高 這不就是一個多頭格局嗎 那你要懷疑說 外資老師 今天外資又賣超了 賣超了 12億很多嗎 沒很多吧 對不對 你看他隨便買也可以買145億 我說啊你不要只看外資在這邊 就股票市場上的買賣 你要重點你要關心的是台幣啊 台幣如果出現大幅度的貶值 向上叫做貶值 向上叫做貶值 那叫做什麼 外資在測 外資沒有測 外資沒有測 他的資金隨時都在台灣 隨時在台灣 他隨時都會進場 就是說外資的資金還在台灣 他一定會進場 那散戶呢 散戶到現在 你看這幾天 怕到還出場 怕到還出場 我就覺得 最近有一些老師在分享一個觀念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啦 就是說他們說在聯準會利率會議之前 CPI公布資權趕快先出一趟 出完之後再買回來就好了 結果出完 現在很多股票 不好意思 買不回來 漲停啊 你看堅持跟大家講說不用賣 然後做多的老師有幾個 現在很多變色的老師欸 跟你講 前天跟你講空手今天什麼標股都在他手上了 那我們呢 我們都堅持在我們認為最有機會的股票 好 再來大盤的部分你可以看全值股 台積電有沒有 守住的前波低點還是非常強勢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 我們的預測這麼準確 因為呢 我們都是用什麼 融合的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跟消息面的 面面俱到的一個投資方式來幫大家挑選股票 那你要選股的話 除了剛講那些之外 產業面也很重要 那最近來講有比較趨勢向上的 我這兩天跟大家分享 比如說漢遜嘛 漢遜就是板卡類股族群啊 因為舊的板卡 他的應該說新的板卡銷量沒有那麼好 又太貴了 然後呢 舊的板卡呢 舊的板卡就現在大家都在買 所以現在板卡去庫存的那個速度有加快 加快 會就帶動了板卡類股全面向上 你看板卡 今天漢遜向上漲 清雲向上漲 陳啟肩向上漲 華擎呢 也持續向上漲 但是我認為啊 都已經突破了 你再去追啊 也吃不到什麼便宜 貪不到什麼便宜啊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做 你對板卡類股族群很有興趣的話 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板卡類股族群啊 我幫大家找幾檔 就這四檔 漢遜 立台 清雲跟華擎 這四檔來講呢 這四檔的營收你去做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華擎 他的營收是一支獨秀 大幅度的向上 再創今年的新高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板卡 我會建議啊 可能可以看華擎啊 那另外你要覺得 比較基優 比較全面性一點 我覺得你可以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很久的 技嘉的部分啊 但你現在買啊 其實坦白說都有點 稍慢一步啊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要投資股票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你要買在低點啊 你才能贏在高點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怎麼樣領先市場 提前布局的 來看一下鋼鐵類股 鋼鐵類股這兩天 大家都在喊 人人都在喊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鋼鐵類股 我們11月7號就跟大家分享 我說鋼鐵人即將回歸了 我說鋼鐵人回歸了 前天是不是很多鋼鐵類股 沖紅都漲停了 對不對 那我們跟大家講 我覺得基本面比較好的 你去看一下 大國鋼 一根向上之後 持續的震盪向上走高 多頭格局還沒有改變 對不對 好再來呢 大成鋼的部分也是一樣 鋼是大國鋼嘛 大國鋼跟大成鋼 為什麼我挑出這兩檔 集團啊 他們是集團 不是年底都是集團作帳 好 所以大成鋼的部分呢 你看我們是收黑在講 人家是漲停在講 很多老師每天跟你講漲停的股票 很無聊啊 漲停股票又買不到 你進場又賺不到 大成鋼持續震盪向上走高 再來呢你看我們又跟大家講什麼 在最悲觀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進場機會 自行車 自行車尾跟大家分享巨大震盪 就是破底之後帶量 代表底部有很多人進場去承接 很急喔 我上次跟大家講說我玩三鐵的 腳踏車的部分 其實他們高階車根本啊 根本就是 我跟你講你要買還買不到 我去問過了 你看TCR跟Propel 31萬 不好意思你現在買 半年後才能拿到車 所以其實他們呢 業績是沒有問題的 去年賺多少 去年賺15.8塊 今年前三季就賺15塊了 你說業績不好 但是這檔股票 坦白說比較牛 你會跟我講說 老師 這些股票好牛喔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 有沒有比較強一點的 有比較強的啊 但是你相信嗎 對不對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的 軍工軍工軍工Bail 你有聽到軍工的聲音嗎 我們開頭片段就跟大家唱 軍工Bail 你以為我喜歡唱歌嗎 真的是軍工的Bail的聲音 你聽到了嗎 你沒聽到 你沒聽到所以你賺不到 你看我們多早之前就跟大家講 11月16號跟大家講 軍工類股我大概是第一個講的吧 雷虎 龍鋼 對不對都很強啊 那時候雷虎在休息 我跟大家講說軍工類股啊 他走勢消失了嗎 結束了嗎 還沒 你可以看什麼 你可以看拔冠 拔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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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向下跌 你才發現他沒有跌 他被關緊閉了 還是穩定持續向上再創高 四根漲停板 你覺得他有跌嗎 完全沒跌 那我知道八貫啊 已經漲那麼多了 很多人買不下去啊 所以啊我跟大家講的這一檔 軍工之王 有沒有 軍工之王12月8號我生日隔一天 其實我生日當天我就進場了啦 隔天才跟大家講這檔軍工之王 很多人都猜到了吧 到底是哪一檔 我們又要再一次驗證我們的奇蹟了 軍工之王到底是哪一檔 來我們要開牌囉 應該猜到了吧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檔了吧 來軍工之王他就是 合成 合成 我們那時候進場就是合成 來合成這幾天向下跌 我哪一天沒有介紹過他 幾乎每天跟他介紹一下 但是我總不能跟你講說 哈哈我的會員都買這一檔 不是這樣吧 那我們還要顧一下會員的權益啊 對不對 我們在佈局我們在吃貨的時候 我們直接跟 在電視機平面跟大家講話 那不是對不起 這麼挺我 這麼 對我這麼就是 這麼挺我的一個 就是會員朋友 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們就持續的吃貨吃貨之後 今天 一根向上就漲停了 對不對今天是不是有漲停 是不是驗證起機了 有沒有驗證起機你看看 來軍工之王 12月8號跟大家講的 來是哪一檔 合成 合成沒錯吧 合成 來再來呢 持續在低檔佈局 佈局完今天是不是一根向上 全部賺錢 這就是我講的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提早佈局啊 我們是第一天跟大家講合成嗎 來看一下 那這邊是掌聲響起嘛 12月6號 震盪不跌 跟大家分享 對吧 再來 這禮拜 是幾號 12月13號 下跌 我不會說 跌了就跟我沒關係 很多老師是這樣 跌了就不講 只講漲的 而我們呢 我們就是 非常看好這一塊 所以即使它下跌 我們繼續講 那你就說 老師 你是不是跟其他老師一樣 只是講講講講而已 到底有沒有帶會員進場 來 又要讓你再次驗證奇蹟了 12月7號 合成 限價單 20.7元進場買進 為什麼我說限價單 因為它前幾天在關緊閉 比較難交易 5分鐘一戳 5分鐘一戳 你沒有辦法直接丟市價 比較難一點點 特別會員20.1 進場 20.7進場買進 有沒有買進 合成 全部都買進 12月7號 我生日的當天 我送給大家生日禮物 不是送給我 送給我的會員朋友 再來 12月8號 太強勢了 我們繼續加碼買進 合成 1810 限價單 繼續進場 來 雖然說上面是一樣 老師你好boring 每天寫一樣 我們哪有那麼多時間 每天在打字 有些時候 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速度非常快了 所以你看一下 這幾天軍工類股依舊強勢 合成守在20元整數關卡之上 再次確認底部 建議加碼加碼 加碼 我不只是進場 你看我這邊叫做進場 我這邊叫做 加碼買進 清貸特別 12月8號 那這時候因為 太有把握了 所以呢 我就把所有的會員 全部交一圈了 12月8號 有沒有合成 現價單 21塊進場買進 因為那時候已經漲上去了 我想要會員朋友 一定要買到 所以呢 我們就叫比較高一點點的價位 那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啊 軍工類股短線都有機會 持續向上發動 但是如果你想要短線爆發 合成比較有機會發動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合成 你看專案跟林陽 全部叫進 全買進 12月8號 來 買完之後你看一下 1810有沒有很強的 有很強的嗎 有沒有很強的 今天一根 今天一根 一根 直接吃掉所有的黑棒 是不是挑戰新高 準備要挑戰新高 有強嗎 很強 這不就是你要的嗎 你要什麼聖誕禮物 你要什麼軍工背喔 直接跟你分享 而且我在節目上 也講過很多次了 也帶會員進場 重點是你不信嘛 你不願意拋開你的枷鎖 你不願意把你手上的股票交給我 你不願意相信 軍工類股他會漲 他就是會漲 你看我們節目上 持續跟大家分享 12月6號 12月13號 帶會員進場 加碼再進場 有沒有軍工 有沒有漲停 一根漲停 再來 軍工類股就這樣嗎 我知道有些人 合成買不到 買不到我們還有什麼 還有雷虎 來雷虎今天是不是也漲停 老師抱好久 我們買是買在起漲點 休息一下再上 加碼賺更多 來12月15號 今天是不是又一根漲停 有沒有一根漲停 有沒有帶會員進場 來12月2號 41.5進場 市價買進 清代特別 有沒有尊榮 全部進場買進 41.5 41.5 41.5 全進場 來12月13號 對不對 雷虎 12月13號 這麼低的價位 在跌下來的時候 12月13號 你記住 12月13號 我還敢進場 雷虎 40.7 進場買進 有資金就加碼 沒資金 取報 尊榮 全加碼 你看 有哪幾個老師 只帶一檔股票 會員群組 都叫不一樣的 有意義嗎 我們就是看對股票 持續叫你買進 買進 再買進 你要重壓佈局 你才會賺得多 你小買一點 哪會賺啊 你有100萬資金 你只買10萬 賺4根漲停板 是多少啊 你才會賺得多 你小買一點 4萬塊 至於你100萬 100萬你賺4萬塊 不好意思喔 只賺4% 你看我們就是加碼 加碼 再加碼 對不對 那你雖然說你會不相信說 喔老師雷虎 基本面很差咧 對不對 但是你看 12月13號 我們進場 是不是在這個 最低點 最悲觀的時候 我還敢給你進場 12月13號在這邊 有沒有 你這時候跟我們一起進場 買在低點 你有沒有贏在高點 買在低點 你有沒有贏在高點 我不講很多老師啊 進場 喔好開心喔 漲停 現買現賺漲停 你已經吃了 你少賺半根以上了 你頂多現買現賺漲停 聽起來是賺漲停 實際上只有賺2% 1% 有意義嗎 第一檔佈局來 這邊是不是寫 12月幾號 來我們看一下喔 12月13號 雷虎 來12月13號在哪 12月13號是在這 是不是在這 有沒有看到 12月13號 12月13號 來進場 漲停 進場 一天 兩天 漲停 是不是又幫大家掌握到起漲點 來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講 短線漲跌的關鍵 現在資金啊 有題材他才會標 沒有題材啊 做板凳啊 那你有哪一些題材呢 對不對 我就跟大家講 最近來講 就是這幾個類股族群 是不是都這樣子完全印證 沒有錯吧 軍工集團作帳 生計 細資材 對不對 那我們就跟大家講 那 這幾天就跟大家講說 你可以去觀察這幾個集團 還有軍工相關的類股 或生計相關類股 是不是全面都很強 所以如果說你會的話 甚至你可以集團搭配題材 你就可以找到 比較強勢的股票 那到底有哪一些呢 等一下我們回來 再跟大家繼續分享 好歡迎回來喔 那我們剛剛講了 集團加題材 你就找到比較強勢的股票 那集團加題材呢 最近來講 大家都知道集團加題材 我跟大家分享過好多次 有育龍嘛 育龍他題材很多啊 有軍工又車用 又育龍集團 最近是不是也是穩定向上墊高 沒有錯吧 蠻強勢的啦 好再來呢 我也跟大家講 軍工你要加台鋼集團 等於什麼 等於榮鋼啊 你看榮鋼我們講完 我們又買在起漲點 這幾天都跟大家分享了 對不對 持續向上墊高 12月13號突破 12月10號 14號繼續創新高 對不對 然後12月14號呢 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講的 持續向上不斷的創新高 有沒有帶會員進場買進 來 12月9號 33.7市價進場買進 來榮鋼 12月9號是吧 12月9號在哪裡 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12月9號在這一根 是不是又帶大家 買在起漲點 12月9號 進場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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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到今天呢 你又跟我講說 老師很弱耶 沒有很強啊 很弱耶 軍工家集團有這麼強嗎 對不對 你看今天是不是走弱了 不好意思啊 我們今天又展現一個神操作 什麼神操作 你要再次 驗證奇蹟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怎麼驗證奇蹟 榮鋼其實我昨天出掉了 12月9號 來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昨天出掉了 昨天榮鋼 36.9 獲利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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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最後一盤的時候 我們獲利了結了 獲利了結之後呢 你又要再次驗證 什麼叫做神操作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來看一下喔 什麼叫做神操作 今天金剛市價買進 對不對 今天市價買進 市價買進喔 這邊寫23.5 為什麼我寫23.5市價買進 因為我過去在對會員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一進場 我一講說要進場 我一講說市價 結果我看到點位是低的 一進場我一喊出去 三分鐘之後就漲停 結果會員買在最高漲停板 所以呢我現在都會習慣 寫一個價格在上面 就是希望說 會員買進的時候呢 跟這個價格不要差異太大 因為我當下看到 我看到當下的金剛 就是23.5 23.6 沒有錯你可以去看一下 9點22分 他確實是在23.5 23.6 那我希望就是 你不要買在這副 就是不要差距太大 不然的話呢 結果我看到23.5 23.6 結果你買在漲停價 那你就賺不到 所以為了會員的風險考量 我會特別寫一個 23.5附近市價進場買 你看我們昨天的榮鋼 是不是換金剛 哇神操作 我說什麼 今天合成漲停 八貫雷虎都向上 軍工概念股又有集團的 當然是誰 金剛 我們昨天賣出榮鋼 今天接同級集團的金剛 建議進場買進 金剛是不是也是榮鋼 台鋼集團的 對不對 兩個都是嘛 你看我們今天進場 直接漲停 那可是呢 今天的那個榮鋼呢 震盪 有沒有 我們就是震盪 先賺完這一波 這一波先賺給他 賺10%之後 今天呢 是不是再一次進場之後 賺一個漲停 沒有錯吧 昨天出榮鋼 今天買金剛 這不是很神的操作嗎 有沒有看到你可以驗證一下 榮鋼 36.9%獲利了解 金剛 市價買進 有沒有 集團作帳 當然是什麼 金剛嘛 我們就是在這個集團裡頭 換來換去換來換去啊 金剛有很多題材啊 既有鋼架上漲 又有軍工題材 又有集團作帳 你不買他 你買誰啊 而且我也跟大家強調 我說什麼 榮鋼啊 他股性不好啦 股性不好他不會大漲啊 你看榮鋼過去股性比較不好 不容易連續大漲 短線五根紅棒後續修正的機率高 我們是出場 出場之後 你看我出他就修正 我出他就修正 那我進的股票呢 他就漲停 這不是神操作嗎 有沒有 你看又再一次展現神操作 再來呢 你會講說 還有什麼股票啊 老師 來我們昨天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什麼 你看這個我不是要講政治 我沒有要政治化 我沒有要當政治化 我也沒有要唱信心點燈 好不好 那我要講這個是什麼 我說你看 連我們的行政院長都會說 怕對岸來台搶藥 你知道 對岸要搶藥 你知道歐洲缺藥 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Everybody都知道 每一個人都知道 還能激勵股價向上漲嗎 不能 那你這樣憑什麼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所以呢 你會看到 這陣子啊 這前兩三天啊 很多人在去追什麼 什麼 森達啊 有沒有看到 森達啊連續漲了 一根兩根三根 今天修正了 對不對 還有漲什麼 台康生 結果你台康生 撒掉了 台康生撒掉了 你不小心找到撒掉了 結果你發現最近你在找感冒藥相關的類股 抗生素相關的類股 都撒掉了 因為你都追在相對的高點 因為漲停的時候你買不到 等到讓你買到的時候 不好意思 修正 修正他開始了 所以呢你投資股票啊 你跟著市場買啊 輸很大 你不會贏的 你一定要怎樣 就像我們強調的 你要領先市場 提前佈局 你才能買在低點啊 他贏在高點 怎樣提前佈局 大家去思考一下這一波啊 為什麼感冒藥 學民藥相關的類股會長 我想我昨天講過了 感冒藥學民藥類股 其實啊 漲勢原因是因為大陸那邊在解封 大陸在那邊解封 你會發現這一波漲勢跟過去台灣解封的一個流程 完全它是一樣的 那 這根本就是俗話說的送分題嘛 來我們回去思考一下 我們台灣在解封的時候 長的類股族群分別有哪一些 來 從第一波 疫情剛開始 長的是口罩 口罩長完之後 那慢慢大家都有口罩了 那大家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生病 大家搶的是快篩 所以快篩類股長了 快篩長完之後呢 因為大家都得了 每一個人都得了 很多人都得了 那得了又沒有藥 那你只能趕快去買一些感冒藥 趕快去買一些喉嚨痛的藥 來家裡備著 然後呢 擔心自己 萬一確診的時候可以吃 所以呢 從快篩長完之後 就長什麼 像什麼藥房類股啊 學民藥類股啊 還有感冒藥類股 比如說像劍橋啊 劍橋他的艾克坦 艾克坦其實去年還是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啦 艾克坦每一個人都會吃到啦 就是你去拿那個 新冠肺炎的時候 你因為可能會有很多痰 那艾克坦的話 是最主要的一個自化痰的啦 那你看 是不是長到這邊 那大家去思考一下 從口罩 從快篩 從感冒藥 再來 是長什麼 答案很清楚了吧 再來 大家都得過了 所有人都得過了 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不要再關在家 我不要再關在家了 我不要關在家了 我不要關在家要幹嘛 關光出去吃飯出去玩 沒有錯吧 所以下一波漲的就是關光啊 所以你看昨天 來驗證一下 你又要再驗證了 昨天12月4號 12月14號 我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長榮行 我跟大家講的是長榮行 我跟大家講的是熊師 我跟大家講的是鳳凰 你看這幾檔股票 有沒有漲停 沒有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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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吧 都沒有漲停 很多老師每天在跟你講 漲停板的股票 有意義嗎 買得到嗎 買不到 看表演 我們呢 是真的可以買到 來看一下熊師 長榮行有沒有 鳳凰來今天 長榮行啦 我們先看最弱的啦 長榮行因為他比較大隻嘛 比較大隻嘛 大隻當然比較不容易漲停板 但是他還是持續向上 準備要挑戰新高 再來呢熊師 有沒有一根漲停板 昨天有沒有講 昨天有沒有漲停講 昨天有沒有漲停 你自己看嘛 有沒有漲停 有沒有漲停 沒有漲停 從沒有漲停 帶你講到怎樣 今天變成漲停 從沒有漲停 帶你看到變成漲停 再來呢鳳凰 鳳凰昨天有沒有漲停 沒有今天有沒有一根漲停 有 來鳳凰 你會問老師 那你到底有沒有進場 不好意思啊就是有進場 來今天鳳凰 61塊市價進場買進 是不是又買在起漲點 買進就漲停 買進就漲停 60元附近市價進場 市價市價 看懂了嗎 再來三副 三副是不是也漲停 三副又漲停了 有有沒有進場 不好意思啊 又有啊 我不是說了啊 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11月30號三副56.5 市價進場買進 全會員進場買進 11月30號全會員進場買進 沒有錯吧 三副有沒有漲停 漲停了 所以你投資股票 就要有一個概念啊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提前佈局啊 你如果說啊 等到漲停再進場 第一個你買不到 第二個你賺不到 你相對追高 有意義嗎 你賺不到 你一定要提前市場啊 你要領先市場提前佈局啊 你才有辦法賺到這些漲停板 你看我們今天有幾檔漲停板的股票 多得要死啊 那你還覺得行情很差嗎 雄獅漲停 鳳凰漲停 再來呢 三副漲停 再來更別提剛才講的軍工類股 軍工類股是不是也幾乎可以說是 全面漲停了 雷虎 雷虎有沒有漲停 雷虎漲停 合成 漲停 來 還有什麼 金剛嘛 金剛是不是今天我們換股操作 金剛也是漲停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辦法 看到現在啊 軍工貝爾 在送你禮物 那你看我們今天我們的軍工類股 觀光類股全面大爆發 你要怎樣操作你才會賺錢 那當然就是領先市場提前布局啊 為了慶祝我們軍工跟觀光 觀光類股大爆發 今年我們最後一波快閃的優惠方案啊 如果你已經錯過了軍工類股的雷虎 漲停 合成漲停 金剛漲停 那你又錯過觀光類股的熊獅三富鳳凰漲停 千萬不要再錯過下一檔漲停的股票 跟著我們一起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可以透過旁邊那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